魁武年的永和路跑赛 11号再度在永和的中正桥下河滨公园登场了 550对的情侣夫妻党一起来跑步 提前欢度七夕情人节 另外元大文教基金会也透过这次的活动来进行募款 以支柱迟缓儿团体投入找疗的工作 获得了参加的民众热情的响应 民国83年起就在永和地区 连续10多年举办的路跑活动 近几年因为新电锡河川地整治工程而停办 时隔5年后今年再度举办 并首度与元大文教基金会结合进行公益 元大基金会将每一位参与民众的捐款 捐给了迟缓儿团体投入找疗工作 包括新北市议员经介受服务处 新北市体育处 新北市高滩工程管理处 永和警分局 以及永和区公所 也都参与了共同举办 引起了热烈的回响 休息是走更长的路 运动是活得会更久远 让生活品质更好 让幸福指数增加 所以我要办这个慢跑运动 慢跑比快跑好 今年办 明年我还会继续再办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 约有五百五十对的情侣夫妻党 一起邀约跑步提前欢度佳节 也同时欣赏重新整治后的河畔风光 浏览新北市沿途起立的河岸极致 中佳新北新闻永和宣布报道